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们看到今天 整体在A股方面走势 还是非常的波动 一个低开低走之后 创指跟生成指盘中跌幅 一度扩大到1%的水平 但是之后升幅一度收窄 更是在五盘接近的时候 游跌转升 但是下午回来之后 又看到继续转跌 感觉是 因为市场上还是一个 波澜不新的状态 想问一下您会如何来看待 2022年最后几天的一个A5行情 目前左右市场的一些因素 对于后市是否会持续带来影响呢 好的 那我想因为本周前两天 这个是一个超跌反弹 那么连续涨了两天 那今天就陷入一个盘整 我想主要大家还是觉得 因为岁末年初 这个观望的情绪会比较重一点 再加上我们看到盘中 这个资金价格是直线的上升 今天都在4%以上 也就是204001和131810 也就是交易所的国债回购利率 这也是表明在年底阶段 资金流动性面临这个周期性的分流压力 所以一个本身是一个弱势的超跌反弹 连续反弹两天之后 那么伴随着这个资金面相对偏紧 所以整个市场都限于观望 因为是最后两三天 整个市场大家实际上也是边走边看 这样的一个过程 当然从热点来看也不是特别都活跃 所以大家更多的投资 还是希望能够一慢而看三通过 那么当然从影响的因素上来讲 我想最主要的可能还是这个疫情 内地的这个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之后 这个目前还处在这个第一波的 这个冲击过程当中 所以大家还是比较谨慎的 到目前为止这个复工复产的情况 还有待于恢复 包括我本人我现在也在家里面 这个基本上也是在一个恢复的过程当中 所以这样的话大家觉得这个因素 对投资心态也好 对投资的这个逻辑也好 都是有影响 可能更多的还需要边走边看 我觉得这个因素可能会 结后元旦以后 仍然是影响A股市场强弱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这个可能要到第一波峰值 真正看到了这个峰顶 然后过去以后 市场才会有一个比较贫富的一个心态 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消化和承受能力 那目前实际上还在这个过关的过程当中 所以呢对投资也同样如此 那第二个就是还要看宏观经济基本面 这个现在看到10月份的数据是不理想 那么最新看到的这个前11个月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 那我们也看到连续5个月 那是在不同比的这个下降的过程当中 也就是说即便征收也不争利 那么经济讲到底还是投资的根本 那么还是宏观围观经济的一个 一个一个真实的状况 对于这个企业的盈利对于估值 这个应该说还是非常的关键 所以这两个因素从目前情况来看 有待于未来进一步的改善 当然从预期的角度来说 跌到了最差应该也是这个真正的见底 那不过呢这个真正回稳回升 需要一个过程 包括股票市场我们也看到 那调整下来以后出现了超跌反弹 但是量能仍然比较滞后 包括今天量能也比较小 这个昨天只有6千多亿 6千多亿 前天也是6千多亿 基本上还是一个且行且争行 那边走边看的这样的一个格局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目前 因为整个大家对方方面的预期 相对比较谨慎 所以指数在当前的点位 因为量能萎缩以后 下跌的空间也比较有限 只是这个马上要涨 难度还是比较大 那么随着最后两三天 这个资金面 那么到了一月份的资金面会有改善 那么未来也期待越来越多的 这个多头因素的显现 使得行情能够进入一个 年初的一个震荡向上的过程 但是从目前来看 还需要有所耐心 今天我们看到在盘面焦点方面 整体来看还是比较平淡一些 包括电力 旅游 银行保险 还有光伏设备都是涨幅区前 想问一下您会怎么来看 这些热点的板块 以及相关的行情的可持续性 又有多强呢 我想电力板块的走强 主要是因为近几天有消息 国家能源集团 集中了一批项目开工 有10个项目 那么投资总额达到550亿 可以说是一个题材性的利好 那么再加上前一阶段 也有一定的调整 光伏是很典型的超对方 大家也知道 现在像龙基 像TCL 目前产品降格在下降 尤其最近几周 硅料 硅片 包括组件 实际上整个产业链都在降价 这主要是因为需求方面的问题 这个欧美地区进入圣诞假期 这个订单在减少 这样的话 库存在增加 价格在回落 所以前一阵子已经光伏板块 有比较明显的调整 短期就超低反弹 至于说银行保险 我想主要还是业绩比较稳定 也就是说强调稳健 强调估值安全的 那么可能会对银行保险 会更加青睐一点 因为现在银行的这个估值非常低 不仅是大部分都低迫这个净资产值 也就我们所讲的这个PB小一 P1个位数也是大把的公司 所以在市场不太明朗 尤其是在年底阶段 大家强调安全防御 那风险偏要比较低的时候 那么对于银行保险 应该说会有关注 但是银行保险 如果要持续走强 也同样需要有大量的成交量配合 它是一块大的泄水海绵 目前实际上也是有所不足 所以基本上就是既强调安全 也走走停停 整个短线热点以轮动为主 另外以题材 那么有题材就一哄而上 当然题材兑现了以后 也就一哄而上 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市场特点 在当前还是表现得比较充分的 明白 今天盘面上我们看到处于跌幅前列的 包括像有教育 汽车 航空机场等等 都见到是有明显的跌幅 想问一下您回来怎么解读 相关板块的一个表现 我想这里面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教育 教育前几天把中办国办 发了一个加强职业教育 这样的一个意见 那么教育板块一度是有所走强 尤其是从去年 今年以来 随着这个教育 教培产业行业整顿以后 包括新东方在内 整个教育板块 实际上跌得是非常厉害 然后最近看到了 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一系列 教育的政策力好 实际上港股的教育板块 也是表现得非常强劲 比A股还要热 那A股当然也是有一个超跌反弹 但是这个涨了以后 就又开始退潮 所以基本上还是一个题材性因素 题材性因素 这也是当前市场的一个基本特点 就是题材领先 小票活跃 高弹性 潮起来的时候 有些股票可以题材概念股 这个叙事实实 叙事难辨 然后就可以一路猛潮 价格翻翻 然后一旦高位出现什么关注函 或者上市公司一澄清 然后就快速的退潮 我觉得教育板块最近是比较典型 当然也包括医药板块 那航空机场实际上和旅游酒店 就很有比照性 旅游酒店今天涨幅剧前 但是航空今天跌幅剧前 大家都是看后疫情期复苏的 这样概念 所以这种差异 这种不同步 不同调 实际上也是表明了短线资金的这种进退 因此包括汽车 那汽车主要还是因为今年 尤其11月份 汽车销量情况不太理想 那目前看了 今年的汽车整体的 这个产销量的同比的增长 大概只有2% 比原来预估的 汽车行业协会预估的5%要低 那么另外就是新能源车好的同时 这个传统能源车被替代 所以汽车行业主要还是跟消费有关 跟景气有关 跟就业预期和可支配预期收入有关 当然这里面也是此起彼伏 各自的棱动 整体上来讲的 我觉得这些板块 如果说在基本面逻辑闭环 不是那么充分的情况下面 在追涨的过程当中 大家还是需要有点谨慎的 明白 最后我们来关注到操作策略上面 即将要进入新的一年了 想问一下钱总 您认为投资者应该如何来布局 明年一季度的一个市场部署呢 对于投资者有没有什么建议 方向上又有什么值得 我们来关注的重点呢 好的 我想首先这个税务年初 这个从历史统计的角度来讲 应该是大概率是应该做多的 这个从统计的规律上来说 那么明年一季度 大家都说一年自己再一春 大家都希望有春节行情 这个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所以我觉得目前应该是保持一定的仓位 跌下来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风格偏好 慢慢加一点 能够加到六成七成 这样这个水平应该问题都不大 不管是再艰苦的年份 往往年初 大家的预期总会比较高一点 比较正面和积极一点 第二就是从资金的角度来讲 这两天资金还是比较紧张 然后机构还有年底的结账 但是过了年底之后 下星期这个因素就没有了 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是增量补量 我相信北上资金同样也会这个样子 那么第三个呢 从方向上来讲的 我觉得因为年底年初 一个就是大家还是关注价值难筹 这里面呢就是一些低估值行业龙头 股价呢也是调整比较充分 业绩性价比较高 目前的估值在类似氛围30以下的 我觉得还是可以配置一点 我们还是要相信这个资金这种会发光的 那巴菲特的成长的这个成功的这个诀窍 就是这样 人起我取 然后做时间的朋友 第二个呢就是在成长方面呢 实际上就讲新能源风光理电 半导体医药生物 实际上都被翻过一遍了 翻过好几遍了 这个回锅肉来回做 所以相对来说 这部分现在比较难 比较难 但我也觉得不要刻意 大家如果觉得自己的体会 也觉得比较困难的话 还不如放一放 那相对来说 就军工板块 国防军工板块是可以关注 这个板块前几年 实际上市场预期很高 但是表现的往往是 周而复始 终点回到起点 终点回到起点 但是我觉得 未来一两年可能还是要关注 因为从目前的各项 各个重要会议的报告解读当中 反复强调安全 那么既然强调安全 那很显然 国防军工板块 就是安全的一个重要的抓手 所以如果我们讲方向的话 除了街由蓝筹 这个低估值性价比之外 我觉得国防军工板块 是我们未来的 可以关注的一个方向 明白 好的 非常感谢钱总 在这一时段 给我们带来分析跟解读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先去节广告 休息回来之后 继续回来跟阿周聊